好,這場議程我們很高興是ES 是我們長期來蠻常投稿HECON的夥伴 那這次今年也有投稿HECON 那ES他是TS1的漏洞研究員 那平常負責做一些高風險的漏洞的挖掘 那以及他也是UCCU hacker的成員 那並且也是台灣CHroot的member 那在今天這場演講中 其實我們程序上午 也在這一聽 我們最後一場在講 也是網路通訊相關的安全 但是上午比較著重在整個 資通訊網路架構下面的問題 那這場我們的方向會從硬體的方向 怎麼從硬體來去把它 硬體上面做逆向分析 然後去把裡面的資料解出來 所以這場議程我們就是從硬體攻擊手段 來解開機殼下的美麗秘密 網路通訊設備安全分析 那讓我們再來掌聲歡迎ES的演講 好前面感謝重寬的開場 我們在這場議程裡面 我們會模擬一個你可以把成本拉到非常高的國家攻擊者的角度 我們會從每一個角度來思考說 這些網路通訊設備 他們可能可以從哪裡著手 進而去影響一些重大的事情 那在我們首先開始演講之前 我們要先做一些很嚴重的聲明 我們首先要說這個議程的內容不包含任何的零隊 如果你看了覺得有零隊的話 請當成是你自己的想像 那我們在這一系列研究裡面 我們後續會在其他地方做一些發表 那請密切關注我們 那我們這些研究可以做成功 我們必須要先對一些人做特別感謝 首先尤其是國家自動安全院的鏈哲明顧問 不知道他有沒有來 那再來是我們的數位發展部自動安全署 以及我們在瑞控王安的同事 盛浩和Canon Cow 還有我們公司的其他所有人 我們感謝他們 那還要再解說一下 前面重寬在開場的時候提到說 我們的內容都是做一些高風險的漏洞挖掘 那有的人會問說我們為什麼要挖這些洞 就是畢竟有一些洞並不是看起來那麼的能賺錢 對 我們目標不是賺錢 那我們的研究是為了去確保這些設備的安全 透過確保這些設備安全去確保網路整體的安全性 有的人他們可能會覺得不太舒服 但我們不會停止研究 我們也會繼續研究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後續有一些東西 我們雖然還不能發表 但我們很高興能在這個研究裡面找到這些問題 並藉由這個研究對網路安全性做重大貢獻 那我們也相信大家會在這些漏洞 他們在被國家級駭客利用之前就被我們找到 而且修補 應該感到欣慰 好 那我們想要藉這個研究來講一個故事 隨著國際的局勢發展我們必須要討論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跟你敵對的國家 我們要怎麼用網路戰的手段攻擊你的國家 然後用這些手段去配合我在空地陸上的士兵 空地海上的士兵形成四個維度的打擊 那我們為了做這個主題 我們其實去看了非常多的著作和研究 這個主題的起點 像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想要研究能不能透過網路工坊 來重大衝擊一個國家的安全 那我們剛剛前面說提了非常多著作跟研究 我們從柯老師維持的戰爭論開始 開始讀到近期各方 包括CSIS智庫和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對於近期尤其是俄乌戰爭的觀察 那首先我們可以從一些著作去知道 佔領土地是需要物理上的侵略 同時需要迫使上面的著名屈服 那這個也是俄羅斯初期對於發起戰爭的加強之一 他們認為快速的斬首行動 配合網路戰去癱瘓基礎設施等等 可以佔領一個國家 實際接過表示就算你佔領整個國家的東邊 你也不能阻止人民起義 那類似的狀況在台灣也遇過 台灣也曾經遇過很激烈的諮詢戰 例如之前美國的眾議院議長訪台的時候 路上有很多看板被貢獻 那這些行為他們可能引起了一些對議題的注意 但證明了有些東西它並不會因為這樣 而網工方想要的地方發展 所以網路戰可以是輔助手段之一 但有一個重點是政治戰的重要性並不能小看 因為打仗並不是像玩斯基帝國 有很多東西需要名人的支持 而名人每天都會受到這些媒體的影響 好 那我們想要藉由這個主題 我們去探討能不能把關鍵基礎設施武器化的可能性 類似的概念可能在一個叫做 激鬥戰士鋼彈的作品裡面 有一個國家叫吉翁公國 他們最喜歡的攻擊手段就是拿太空殖民地砸地球 停起來非常的糟糕 但是這個手段很有用 那我們結合了之前進行過的一些研究專案 裡面一些蛛絲馬跡 再結合近期發生的一些事件 我們得出一個可能的方向 敵國有可能在暫時透過網路戰的手段 去癱瘓關鍵基礎設施 造成你國家裡面物流人流 和資訊流上面的阻礙 那我們首先要先解釋什麼是關鍵基礎設施 這個概念最早可能是在1996年 柯林頓政府有一份行政命令裡面提出的 他的行政命令原文大致上是這樣寫 說數個國家基礎建設非常的重要 他們的營運能量和安全 會對國家造成重大國防或經濟影響 那在這份行政命令裡面就有提到 通訊電力系統油電運輸銀行金融 供水緊急服務和政府機關 這些到現在就是我們這幾年強調的關鍵基礎設施 那這些設施不是沒有被攻擊過 例如說近20年來就有許多攻擊目標是針對這些設施 像08年 據傳俄羅斯有用網路戰手段去導致喬治亞的煉油廠爆炸 那以我們實際的研究經驗也有在網路上看過 有一些國家的蓄水設施 用了非常不妥當的安全管控機制 那假設這些設施被有心人利用 例如說我們挑在颱風期間 挑在汛期提早洩洪 那我們就可以讓下游非常大聲喊出 他們勇於犧牲敢於奉獻 那假設我們把這些領域拆開看 我們會發現很多領域 他們是基於通訊的 例如說今天你的發電廠爆炸 但你沒有通訊 你沒有辦法呼叫消防隊來滅火 那像我們右邊這張圖為例的話 通訊是運輸發電經濟服務政府機關 銀行跟金融的上層跟異性 上層相異性 拿掉電信之後這些領域就會作廢 那我們的理論是 當你成功癱瘓一國的通訊的時候 其他領域他們會像骨牌一樣 接續倒下 當然前面我們提過 資訊戰是其中一種輔助手段 例如像俄乌戰爭裡面 烏克蘭東邊有許多地方的通訊中斷 但它沒有長時間影響防守方的軍事啟動 也沒有出現村民大幅向入侵者 卑躬屈膝的情境 所以我們接下來問題就會成為 你要怎麼有效的去消滅一個國家的通訊能力 那以攻擊來說可以分成兩個手段 分別是妨礙或是佔領 那妨礙代表說防守方可能會有機會 可以快速的恢復 只是造成防守方短暫的混亂 在這個同時防礙的開始條件有可能很困難 例如說你今天想要物理的去瘫痪一個國家 他們的電信骨幹 假設這個電信骨幹他們在一個大樓裡面 你今天想要攻下這個大樓 你很快可能會被那個國家的特景設成篩子 那你物理上要把這些大樓移屏也很困難 那就算你今天移屏了 防守方他們其實可以快速的轉移這個網路骨幹中心 前提是這個防守方他的網路韌性做得很好 那在這次世界裡面有一個網路韌性做得差的範例 例如說在右下角的當事阿嬤 他是一個喬治亞的阿嬤 他當年用了一把鋸子 鋸斷了半個喬治亞的光心骨幹 那假設你想要達成長而持久的攻擊的話 我想要長期在你系統裡面作亂 那我必須成為你的系統的一部分 那很明顯的一個答案是 你可以使得攻擊夠多的網路設備 前提是你必須要控制真的夠多的設備 而這些設備他必須到處都有 而且不能被輕易更換 那除了前一頁我們提到的一個條件 是要控制夠多的網路設備以外 你要控制正確的網路設備 假設今天守方國內他們有夠多 而且有漏洞的網路設備 那這是一個可能可以探索方向 但假設守方已經在戰爭期間 或者準戰爭期間的話 他們其實有一些方式可以快速消滅這些設備存在 例如說我們今天已經在打仗了 我們可以在大的交換中心中 禁止這些設備通訊 或只允許少數人通訊 我們可以直接禁收這些設備 或甚至我們可以透過輿論的方式 來消滅這個設備攻心力 確保至少會有一半的人把設備丟掉 而且這些設備會有破碎化的問題 你可能要準備非常多的漏洞 形成一個漏洞庫才有辦法拿下這些夠多的設備 所以我們應該要反過來思考 有沒有可能有一種設備是不能快速更換 不能污名化 而且數量夠多 那在我們研究之後 這些東西有可能存在 例如說我們發現有許多國家 他們的光線道普設備是符合這些標的 那前提是手方 假設說前面手方用的一些手段 如果用在這些設備上面的話 會消滅那些公司的攻心力 所以他們無法使用 那我們在圖右邊 我們找到一些這些設備的長相 我們要先聲明 他們不代表我們有沒有對這些設備做過研究 我們把圖放在上面 只是為了表示這些數據有多麼的不起眼 那打拆的這些設備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像傳統上這些設備上面不會有AV跟EDR等等的 好 那另外一邊我們為了講下去 我們必須先解釋一些複雜的名詞 在FTTH的架構裡面 OLT是電信端的一台設備 它負責把電信端核網的IP轉成光線 那客戶端的可能是ONT或ONU ONT只負責做光轉電 ONU是光轉電 還幫你做好路由跟交換等等的功能 好 那一般人對於這些設備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就只是一台數據機 好 我們這樣 我們一開始也這樣認為 說這數據機可能只是幫你把電話線或光線轉成不同協定 那我們看了夠多的參考資料之後才發現 事實不只是這樣 例如說 我們以通訊架構來思考數據機的話 會發現中間有許多的環節 那這張圖我們畫得出來是因為我們在看完 許多ITUT的標準在研究多個ISP架構之後才畫得出來 這個架構圖它並不是非常的準確 但它是一個大幅簡化的版本 這張圖的最右邊是中斷用戶 例如說你的Wi-Fi用戶或是你可能在家裡用電腦上網 那數據機是我們這張圖裡面 中間右邊的ONU CPE 那因為這張圖會看起來有點混亂 所以我們在下一頁做一些註解 在本地區域網路裡面 也就是右邊的話 你通常會以常見的 而且熟悉的TCP UDP 或ICAP等等的協定溝通 那在GPONT的架構底下 ONU會幫你把這些IP協定封裝好之後 轉成分別是Layer 2 PVP或IPOE 再以Layer 1 GPONT的協定發出去 那ONU在這個架構裡面 它其實負責了本地端的路由交換等等 那ONU的上一層 除了分光器以外 它會再用OLT 那分光器 它其實就是你在路邊會看到的 網路箱子裡面的東西 它大概就是一個 國中理化看到的鄰近 把同一條光線分成多條 分光器的上游是OLT 它負責把ISP給你的流量 轉成GPONT的協定 那它還會處理光線網路裡面 可能像強度一些問題 OLT的上層 是電信的核網設備 有很多有名的廠商有做 它們實際上是負責流量交換 認證、計費等等的 那再上一層 就是ISP跟其他公司的網路交換 那這些架構可能 乍看資產沒有不安全 或可以被攻擊的地方 但如果我們把零組件拆開看的話 會發現有一些可能可以被攻擊 那我們要強調 我們在這邊裡面 所說的攻擊手段跟弱點 不是針對特異國家或特定ISP 他們是我們看過各個標準之後 得出了結論 而且理論上在很多ISP上行得通 那我們先假設 GPONT在網路通訊安全上 有兩個鐵條不能被打破 一是第一個客戶端不能收到其他客戶端的資訊 二是客戶端不能假裝成其他的客戶端 所以我們來假設 有沒有可能發生一個情境 是各客戶端之間的網路隔離能力 有沒有可能會被打破 那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分光器它基本上是個零境 它做不了什麼事 上游是同一條光纖 所以說這邊有一個可能 因為各客戶端 他們可能是以VLAN的方式管控 然後每個客戶端有不同的VLANID 那再來他們其實有傳輸程度管控 GPONT本身協定 還有IPOE、PPOE等等的 他們會提供一定的Session layer安全性 那ITUT的標準裡面 會其實有考慮到 GPONT協定本身的安全性 我們待會會一起說明 不過如果在這些協定封裝裡面 有一些問題 可能就可以借此 達成偷聽或偽裝的目標 或甚至可能說 有一些實作 在解析錶頭的時候出錯 你可能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攻擊上游的OOT或是核網 那有另外一個可能的狀況 ONU可能試著偷看別人的流量 或是分光器被竊聽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過 有一些問題 其實有在ITUT的標準裡面 有考慮過 但另外一部分是 各個電信商 即使沒有標準訂定 但他們也有考慮過這些問題 首先在ITUTG的GPON標準裡面 GPON是分成上下游的兩個方向 所以上下游分開看 像我們前面提過 從ISB核網到OOT OOT把這些東西轉成 GPON協定給多個分光器 或多個ONU 那假設我們今天討論上游的情境 ONU各自發出風暴 他們看起來似乎會直接相撞 但在標準裡面 其實有提到一個分時的概念 大家選擇在不同的時間講話 那因為這個頻率太低 所以後面大家可能改成 大家有一些比較快的GPON 他們可能就會用 波長來通訊 那這邊有一個概念是 不管今天是聲音 無線電或光線通訊 他們其實都是一種 震動頻率不同的波 所以他們這個狀況就是 在不同的頻率上震動 所以他們不會相撞 那下游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因為下游在標準裡面是multicast 所以大家都會收到同一份東西 不過這邊有兩個管控機制 第一個是ONU會有自己的ID 那遵守實作的ONU 他會只針對自己的ID做解包 不過這會有一個 以太網上面的實作 有類似的問題 跟以太網卡一樣 ONU可以不講武德 今天說來讓我看看 然後去聽別的ID的東西 這個很正常 因為物理上他會收到所有的東西 不過在標準的第十二章裡面 有提到這個風險 而標準裡面建議的實作 是在連線握手時間 交換一把key 保證後續的通訊安全 那這把key他因為 在上行的方向送過去 所以其他ONU不會拿到 那另外可能是 從ONU到ONT的光線 被物理上的切聽或注入流量 這是真實世界發生過的例子 而各國ISP目前都應對得很好 像幾多國家ISP 他們的箱子有做各種監控 甚至箱子變成 只能做成遠端打開 還有破壞偵測等等的 發生異常的瞬間 會傳回警告給NOCK 那有些人 可能會有些聽眾 不太了解為什麼這樣行得通 原因是因為光線通訊 它的強度足夠就可以使用 但實際上ISP除了會監控箱子 跟線路有沒有被突破以外 你做物理切聽的同時 會導致線路連線品質下降 NOC也會知道 所以他們會派人檢查線路 好 那接著我們以設備的角度來思考 這些問題 假設這個架構裡面有核網 偶爾提分光器 ONU CPE 中斷用戶 甚至ISP自己的設備要考慮 那你會有很多地方需要思考 假設我們今天要影響資料傳輸安全的話 那你的攻擊方向可能會從 Internet或User段發起 那這邊要注意一點 是ONU跟CPE 它中間 他們看到的網路其實跟中斷用戶不太一樣 再加上ONU CPE他們的數量夠多 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 所以是一個很有用的功課點 那OLT Core 它不一定那麼容易拿下 除非ISP有非常嚴重的設定錯誤 好 所以我們的興趣點很明顯在ONU CPE上面 我們有整理出它的資料傳輸方向 有這些 假設我們再度以Internet或User段為出發點 去探討攻擊面的話 我們的結論會是 ONU CPE其實是最大的風險目標 因為它本身除了要負責把IP轉成GPON 還要負責被ISP管理 因為ISP可能會時常幫你改設定 還要負責幫LAN端做交換跟路由等等的 那以管理面來說 其實各國ISP 他們其實在數據機上面都出過管理面的漏洞 那以資料傳輸面來說 因為各數據機目前通常都是靠Linux網路架構來做交換路由 如果Linux端實作本身有漏洞 例如說可能發生IP表頭 可以RC或DOS的問題 那這個攻擊就可以從Internet或User端發起 那再來另外一個可能的風險 是因為大部分把IP轉GPON之類的 這類實作都是黑箱 所以你很難也確定會不會哪一天發生 上游傳了有問題的飾風包 導致你後面的東西全部出問題 那從管理面來說 我們研究不只一個國家的ISP得出兩種結論 在管理面上有兩種大陣營 分別是常用協定跟自己重做 我們要再次聲明它沒有對錯或好壞 畢竟兩種都有人用 而且兩種都可以被設定安全或不安全的樣子 在數據之間的話 有一套標準叫CWMP或另外一個名字 大家比較熟可能叫TR069 它是一個從用戶端發起的協定 只要在數據機寫好說要去哪裡讀設定 那數據機就會在GPON上網的時候 去伺服器上面抓設定來使用 那這時候也可以叫數據機做一些事情 這個好處是裝機的人不需要做太多設定 數據機接上去確定PON會通就可以用 那有一派的ISP他們會選擇使用 ONU本身的管理介面來做管理 這會比較麻煩 但依然能夠完成設定 那不管是哪一個的話 其實很多廠商他們會認為說 這些漏洞不是任何都可以打 所以他們在這一邊就會比較疏忽 好那我們終於可以來著手分析ONU CPE了 好那我們先說像很多設備一樣 你研究設備不一定要真的擁有那個設備 但你真的擁有那個設備會比較容易 就算你有目標 有一些方式也可以讓你獲得更多對那個目標的insight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出現20年以上好用的工具 它的名字叫Google 有時候你會用它找到一些神奇的網站 例如說有些論壇 它的可能整個論壇都在討論怎麼拆機 跟分析它上面的零件還有韌體 或者是Google找一下就會找到帳號密碼 甚至整份韌體 但硬體入手方面就會比較死個問題 因為大部分ISP的全線分界是在數據機後面 數據機本身是ISP的財產 所以你拆了會有很嚴重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先說明一下 我們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們打硬體的終極目標 是為了蒐集更多資訊來探討 整體電信架構的安全性 那我們目標可以大致上分成三個 一 取得平常看不到的設定值 二 取得韌體做分析 三 取得暫時性的Shell 我們可以用它來探討設備的runtime設定 那我們實際上研究了幾台數據機 畫面上的是示意圖 很明顯的會先拆殼 而很多目標的殼很難拆 所以我們剛剛才說 如果你隨便拆不是你自己的機器 會有一些問題 那面對一張板子 你可能會覺得它非常的複雜 但你可以分合畫質 先試著去辨識出每個零組件 以這個板子從上到下 例如說就有USB、Ethernet Port、Ethernet Transformer、UART、Push Button、Flash、SoC、第一原部設類跟Wireless IC 很多零件 你可能會不知道怎麼開始 那有一個方式是你可以先從以晶片封裝的零組件開始 用刻印去推定型號 然後再找他們的資料 然後來決定你可以有什麼攻擊面可以用 那以這個板子為例的話 我們認為有幾個可能可以用的攻擊面 例如說USB可能會有一些神奇模式 或者是像這樣板子有把UART拉出來 可能可以互動 那它有一個開機開關 可能可以去不同的開機區 或有神奇開機模式 也有Flash等等的 不過一般人遇到這種板子 他們可能會先覺得要搓JTAG 但以這個板子為例 這個SoC並不是常見的 雖然我們沒有露出來 那所以它也沒有公開文件 它也沒有把JTAG的腳拉出來 那就算你很神奇的 把它JTAG的五根必要的腳拉出來 你可能也只能下斷點 然後你不知道可以幹嘛 所以我們在這個板子上 我們優先找UART的Flash的部分 那我們先優先探討Flash 不過這個板子有一個問題 它的Flash的封裝形式叫48TSOP 它的peach 就是真跟真字線距離 只有五根頭髮的大小 所以像我是一定不能焊接上去 也沒有常見的夾子可以用 那當然會有人說 直接用熱風箱解焊 但因為我只有一塊板子 我怕我把它燒壞 所以我們找著找 全世界只有一家廠商 有賣48TSOP用的夾子 而且這個夾子限制還很多 它除了很難買以外 它的夾子物理上很大 其實會卡到板子上的東西 再來一個問題 因為目標是RoleName 像這個SOC 它其實有一個專門的驅動 去處理這些Flash page 我們用夾子Dump的話 我們要自己處理這些問題 而我們不想處理 所以我們必須探討一下這些板子的開啟流程 大部分遷入式板子的開啟流程 大部分都長得像這樣 它們分別是從主處理器 加電進Reservator 然後讀取Bullloader Bullloader再做一些初始化 然後去判斷去哪個開機區 那板子通常會有多個分割區 它是為了避免你可能更新 就把它刷壞到這個板子不能用 那我們理應可以在某些位置上 中斷開機流程 讓開機流程對我們的目標有利 像有一位充滿智慧老全師說過 不能跟它拼檔斷它開機 那這邊有幾個點可以使用 第一個是影響Bullloader本身流程 第二個是影響Bullloader載入系統的流程 那例如說各個常見Bullloader 不管是哪一家通常都有做失敗影片機制 像幾個有可能的 例如說開機的時候 收到某些按鍵的信號 它就會中斷開機 或者另外一種常見的打法 是可能在開機的時候 故意讓載入OS這個方式不成功 例如故意讓Flash短路 那他們都會讓Bullloader 進入一個類似救援模式的狀態 而這些救援模式通常可以做一些事情 有一些救援模式 它會直接幫了Flash的驅動載入好 所以你可以跟Flash互動 讀取或寫入內容 那如果不用前述的方式處理的話 有些板子有另外一種打法 例如說有些板子上面 開機參數是從Bullloader做設定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前面的流程 裝上開機流程改開機參數 像是把前面的開機參數 從INIT改成去使用Bash 那你進去之後就會自己有一個Shell 所以你就會有高權限 那你可以再把INIT的事情做完之後 你手上還會留著那個Shell 或者是你可以用那個Shell 然後去把Flash丟出來 那問題來了 大家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要怎麼找出Debug點在板子上的位置 這邊有一篇落文 內容雖然是打電錶 但它有去除一些常見的角位 不會差太多 我們建議你應該準備一些工具 第一個是你要有夠貴的電錶 我們推薦你用台幣5000塊以上的電錶 原因是因為它夠快 你可以不用邏輯分析 就判斷一些位置的行為 那另外一個工具是叫PC Byte 你可以省去兩隻手都在板子上的風險 那我們在這邊還要強調 SOC不常見的話 不要浪費誰在JTAG上 這個原因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是因為JTAG雖然很強 但你不知道每個晶片組 在JTAG裡面的位置等等的 所以你在沒有TAP定義的狀況下 去用JTAG你會等於人磨黑 那甚至有一些板子它們更加兇殘 他們為了避免有人用JTAG JTAG接上去之後 這個板子它可能會自毀 所以我們不希望發生這個狀況 好 好 那你在找到Debub Debub位在板子上的位置之後 你可以試著接上去 那接上去的方式很多 不過你會具體 你會需要去辨識 具體上 它可能 例如說你今天看到四個點 你會需要辨識說 哪一個是哪一個 那假設我們今天 處理的是UART 大家要想起 UART的Layer1其實就是 從0到3.3幅之間 一直附挺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所以假設你今天把板子重開機 然後你用電表A上去 然後發現有一個位置 它一直在3.3跟0之間跳來跳去的話 那它有可能就是UART的TX角 那有另外一個問題 可能大家會焊接焊不上去接地角 這是因為大部分板子是多層板 而它可能有一整層板子都是同 所以你的焊槍一定打不贏 這時候可以考慮右上角的方式 直接直球 好 那另外一個有趣的點是 因為我們要長時間操作 請慎選UART USB的組合 不要選到太糟糕的 不然常常可能會不成功 甚至FTDI也有仿冒屏 好 所以經過我們直接前面講的苦痛流程 從零件識別增加判斷到焊接 我們終於有UART可以用 所以我們才得到上面這個 其中一個目標給我們的訊息 那我們繼續跟板子互動之後 我們會發現有一個叫CPE的環境 CPE的全名是 Common Framework Environment 那這個是許多博通的 網通SOC會有的一個preboot環境 裡面我們注意到有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讀寫Net Flash 我們後續有去研究一下 這似乎是各個CPE 它預設都會變異進去的功能 所以我們再用DN多摸索一下 我們發現有找到一個神奇的字 叫UBI錦號 這代表我們大概找到 某個答案系統的開始 我們發現這個後面其實 是一個叫UBI-FS的答案系統 好 那我們第一個反應 當然是要先把Flash全部Dump下來 但我們目標板子有一些問題 首先Dump太快 這個板子好像實作錯誤 所以Dump太快會重新開機 所以我們就算用了現成的 這個維護的很好的專案 它實作透過CPE Dump Flash的功能 不過我們還是改它 我們讓它可以續傳 然後Dump慢一點 所以最後導致我們的Dump數大概只有1Kb每秒 另外一個會這麼慢的原因是 因為UR通常就是只有115200baud 然後你還要Call掉跟CPE互動的時間 所以1K算超快 但問題是因為Flash大小有2G 所以你要Dump完你要23天 我們不想花23天 所以我們去研究一下UBI的架構 UBI上可以有很多個分割區 那每個分割區裡面可以有它自己的卷宗 又可以再報Filesystem 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判斷 從表頭去判斷每個UBI FS有多大 去減小那個Dump的範圍 不過在後續我們發現有一些非常有用的開機訊息 這些開機訊息會告訴我們說 確實要往哪裡走 而這些訊息讓我們省下22天 變成我們只要1.3天就可以Dump完 我們想有興趣的RootFS和Data 那在Dump成功之後 第一個直覺是BingWalk-1 發現不能用 但我們後來找到有一個寫得很好的UBI FS解析的專案 所以我們用它得到RootFS 好 所以我們在收集完這些東西 我們在開始研究的時候 我們又買了第二台一樣的硬體 在這時候剛好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硬體 韌體 還有第二份硬體 避免我們打壞 我們應該可以開始分析了 那我們分析的目標 會是分析一些Runtime的實作和組成 以及去可能找一些 特殊緊咬或常態下不能得知的資訊 那因為我們在開始分析之前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在Runtime互動 那目標板子有一個Login Prompt會把我們擋住 而我們沒有密碼 所以我們研究一下開機流程 通往Blockon系列通用開機流程 會是初始化完成之後 載入INIT程式 後面會去執行Blockon的INIT程式 那BlockonINIT最後會去執行RT3D以下的內容 最後去一個檔案裡面 去看一下哪個地方 哪個程式要被它當作守門員來用 這個守門員就是Console D 負責應出右下角這個檔作我們的東西 所以我們研究了一下INIT Tab大概長怎樣 那我們發現這是博通系列 它會統一讀取的其中一個檔案 在INIT完成之後 系統會來讀取這邊的內容 那在這裡面我們發現 有一行Response會去執行Console D 那發現Console D其實就是會印出前面 印出那個Login Password把我們擋住的東西 所以理論上我們試乎可以修改 INIT Tab 然後來繞過這個流程 但因為這個檔案是在UBI FS上 它分割區是Squatch FS 所以原理上它會每次從開機之後 從Flash裡面讀出檔案 然後 有點類似RenDisk的概念 所以我們直接改它並不會有用 那經過我們審慎思考之後 發現這些板子同用的問題有幾個 一是通常是沒有韌體驗證功能 也通常沒有信任鏈認證 也就是俗稱的Root of Trust 那再加上我們可以碰到CFE環境 而CFE環境裡面好像有一個功能可以寫入Flash 是 所以我們 綜合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想了一個非常壯大的目標 因為我們手上已經有解開檔案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解開檔案系統裡面 修改INIT Tab 然後我們按照跟原本廠商一樣的方式 重新包裝Root FS把它包成UBI 然後我們再跟原本的UBI做Binary Diffing 那經過我們的研究跟痛苦的流程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只要部分修改兩邊不一樣的內容 不需要把整區重刷 對 因為整區重刷的風險有點大 大致上的方式是只要修改對應的錶頭 裡面Check上和對應修改的部分就可以 對 那在經過這個痛苦的流程之後 我們終於在目標上拿到Share了 這個其實是整個研究最困難跟痛苦的地方之一 但因為我的時間長度關係 我沒有辦法講得太深入 那有趣的是我們當初進去的時候 直覺是先胡文賴一下 然後被擋住了 因為它上面沒有裝 那有了Share之後我們可以做Runtime分析 我們手上固然有解開的檔 沒錯 但有些東西看Runtime比較快 例如IPTables執行的程式 或甚至你今天想要GDP LiveDebug也可以 那我們先摸索了一下 然後我們發現 我們後來還有去讀了GPOM的標準裡面 然後知道GPOM的認證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ONU自己已經知道ID是什麼 所以它在連線的時候把這個ID和IPCode說 那IPCode就會通過認證然後解鎖 然後給你更多資訊 第二種是IPCode已經知道你哪一台是哪一台 它可能用通靈或是用Mac address等等的方式做辨識 然後辨識完之後直接給你一個ID 然後讓你上網 那不管是哪一種 其實這種ID在各國ISP裡面 通常辦網路的那個人他自己都會知道 原因是因為很多國家會直接把它印在申請文件上面 所以這並不是秘密 另外一方面是 許多ISP他也有針對仿冒ID做防護 那我們在看 我們看的ISP裡面有一些 他們可能比較兇殘 他們甚至一抓到仿冒ID就會先把你的線路鎖住 對這造成我們一些困難 然後我們後面還在探索Runtime的時候 發現有一組可以登入Console D的帳號 回去試了之後 發現我們根本不用做這個流程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那一組帳號密碼 去登入右下角那個Prompt 所以我們前面這個流程白忙了 對這有點尷尬 因為這個流程有點辛苦 好那另外一方面 因為我們想要統計網路的攻擊面有哪一些 然後研究它 所以我們交叉比對一下 防火牆規則和執行中的程式 那我們認為 在OnU CPE上面的攻擊面可以分成幾種 分別是遠端管理服務 其他服務跟網路程 遠端管理服務是前面提到的兩種可能性之一 它們被設定成通常只有ISP的NOC可以碰到 但歷史上有超過一個國家的 多於一個ISP有出過設定的錯誤 那有一些設備它們會把遠端管理服務跟網路服務 做在同一個程式裡面 所以有些狀況下打壞可能會導致整台的網路不通 那管理本身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需要系統高權限的功能 例如說 可能這些ISP它想要修改你的SOID或修改一些參數 它實際上需要寫flash 所以它需要提權 所以打穿這些遠端管理服務 有可能會導致整台OnU CPE的secure boundary 直接歸零 其他服務的方面 像有些ISP它可能會想要在OnU CPE上面提供 VoIP或WebUSB甚至DDNS等等功能 但這些服務其實也有存在可能有漏洞的風險 最後是不管今天OnU CPE上面它選用什麼OS 它今天不管是RTOS、Linux或甚至Windows Embedded 雖然不太可能 全部其實都出過網路寫地層的漏洞 所以如果任何一個位置可以成功的 用這些弱點來突破當作破口的話 這邊也會導致secure boundary歸零 好 那如果各位看了之後想要測試這些服務的話 你當然可以先試試看做部分模擬之後搭配模模測試 那關於部分模擬這一部分的話 ZDI在3到4年前他們有寫過一系列非常好的文章 他們有很詳細的說明說 你要怎麼再把程式從環境內取出之後 試著執行它 那我們在檢報上會強調QAMU STATIC 是因為非XVOLU的板子開機流程不統一 而很多環境內的程式他們會需要做特殊的IO 或甚至跟開發商的一些自己的CM互動 如果你今天直接冒然的QAMU SYSTEM的話 你通常會花不少的功夫才有辦法成功開機 有一種可能是因為開發商在開發的時候 他們有修改過了QAMU 所以拿開發板的人 他們可能有那個版本但你沒有 那假設你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想要模擬這個板子 那你可能需要去QAMU裡面真的賺寫一塊這個板子的硬體定義等等的 那如果你兩個問題都不想處理的話 你可以先試試看網路層的模糊測試工具 或者是你直接把目標當成一般的設備來做常見的弱點測試 或者是小規模的QAMU SYSTEM 不過雖然模糊測試好用 但不一定需要 因為據我們跟全球的經驗來說 不少比例漏洞你都不需要使用模糊測試就可以找出 但我們強烈建議你應該要對不同的層之間有相當的了解 去瞭解他們不同層之間是怎麼應用的 你必須要有例如說 你可能知道程式是怎麼從UserLand到CurrentLand他們去溝通 或是一路從OSI Layer2一路到Layer7去溝通 那這邊還有一個有名的例子 是我去年在這邊演講的時候 我們其實講了一個把六大石桌都弄壞 再加上把標準弄壞的洞 那那個洞其實是我用VIM找到的 我那時候沒有用這個模糊測試工具 好 那我們講了這麼多 我們後來統整一下 在我們這些研究裡面 在這些網路設備上常常發生的一些問題 各位其實看到就非常的多 會讓我們想一下 我們現在是不是正在2023年 好 這有點傷心 所以我們應該先講結論 我們做了這個研究之後 我們開始有一個問題是 在這些設備上我們必須要往 我們應該要往更安全的方向走嗎 那我們答案認為是的 而且我們有一些建議 如果要往更安全的方向走的話 我們認為網路設備安全必須要跟上時代的腳步 那這些開發商他們應該需要用比較新 至少是要有Root of Trust等級的SOC 而且開發商在做這個的同時 他們應該要徹底的有secure coding的概念 而且要有最小權限的概念 不管是開發商或ISP 他們也要假設東西永遠活在惡意的環境裡面 那我們在做這個商心研究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些未來的規許 我們希望大家增加對於資訊安全的投資 也需要去設計更安全的協定和軟體架構 最後是大家需要增加承受系統性風險的認清 好 我的演講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寄信到這個信箱 或是X斜線推特上面有這支帳號可以找我 或者是請密切關注我們的後續發表 好 感謝大家